然后呢,这个人也帮了 就是因为给他家里联系啊 我觉得搞成这个地步实在不应该 你不是说我着急他马上还怎么样 这个初心就是稍微降了一个层次 当然说这个千债还债天经地义 这样也是很多人这样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 但是讲究一点就不该人家正在困难 他只要不是那种恶人 那也正是因为这个 可能他家里这个情绪负债很大 这个关系搞不好 他都不管了 然后他也是一期之下就也没再联系 不过那个好像钱也不太多 但是那个时候我本身也没有什么 那这个人呢,朋友呢也就过去了 嗯,再下来 我们不分前后了 就是猎头 曾经想过自己当伯乐 给这个 所谓的千里马 一臂之力 那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实际上伯乐其实很难 但是猎头这个行业 在中国也没有一定的资源 光是靠你的再怎么灰眼是财 也是没用的 那好像就是他的贵 那贵 要么有财 要么有这个 那一定的地位 名气 威望 或者是 比如说家里那个暗贵人 他娶一个好妻子 那他是默默无闻又长期的 长此以往 那我们呢只有最后一样 就是工作的时候 甚至在 曾志强老师 这家公司 工作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超出范围了 就在一边工作 还在一边帮他 思考一些 项目的 计划 他想创什么业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的年轻人 尤其互联网这方面 创业 有自己的想法 搞一个什么东西 模式的 软件的 平台啊 就这样 他也是到处所谓的去 拉电视投资 我把那个时候 那个旧电脑 唯一一个 给他 还 花钱 给他租房子 我的信用卡 都给他用 那一开始 那一开始 关系当然很好 甚至他生病 我明知道 这样不需要 对我自己 都没这样 甚至请假 去给他 他要开的药 我知道 不需要这样 那个药不一定有用 但也做了 但是 他要回家养病 拿着我那张卡 回去 那就 宠坏了 我还带他过节 都到家里面 他说这个好朋友 本身他的面相 看似 不太容易 看出问题 那结果就在这儿了 就我两个在一起 就显出落差了 很奇怪 换一个人也不会帮他 那好像真的做不到这些吧 很难 当然也有 也有更傻的 然后 其实几次 按下意识的提醒他 说这个 花卡很快 然后请他吃饭 那这些都不提了 说这个 先用这个钱 先不要还这个卡 说这个卡很贵 结果不领神 不领灰 那这种人就 这个时候就要格外的注意了 小伙伴们 结果